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闻 就是听闻 听闻佛教的这些智慧的东西 佛教里面 比如说我们刚才的佛经的几个篇端 这一类的东西佛经里面是很多的 先去听 先去听 然后呢 光是听还不行 然后就是自己的独立思考 翻腐地去思考 以各种各样的角度去思考 这个就是思考 闻思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修 大作 修心 这样以后呢 比如说禅宗讲开武或者是顿武 你通过闻思 修以后呢 有一天你就恍然大悟我自己的内心世界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你就是被彻底地了解了 那么彻底地了解了以后呢 你就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个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啊 你就当下就可以全部可以可以可以缠除 从本质上就可以缠除了 那么然后呢 同时你就可以培养 正面的情绪 比如说慈悲心啊等等 你就可以培养这些 然后这个负面的东西全部人掉 培养这个正面的这个情绪 这样子以后呢 用佛教的话讲 这个就是解脱了 这样子 但这个不是一个很端的事件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长的过程